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周出现上涨 那么与此相反的是呢 澳元则连续第三周出现下跌 所以在过去接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澳洲股市是缓慢的连续上涨 澳元呢 则是快速的连续下跌 那么其他股市地区 像中国 上海和深圳 轻微上涨0.3%到1%之间 欧洲和美国则出现了下跌 主要原因是这个病毒啊 在欧洲扩散的比较快啊 这个特别是在意大利啊 包括英国也是啊 因此呢 跌幅均超过了0.4% 美国方面呢 塞纳指数也是出现了下跌 其中纳斯达克跌了1% 道琼斯跌的多达到了啊 呃 纳斯达克跌了1.7%啊 比较多 道琼斯少一点1% 标普大盘是跌了1.2% 主要因素也是由于呢 这个冠状病毒在欧美地区目前快 呃 扩散的比较快 使得呢 大家担心全球的经济会受到影响 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目前是1640美元左右 比较高 那么这个比特币价格呢 重新回到了一万美元以下 另外石油价格则稳定在53.50美元 在今天的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的就是这个澳元 澳元目前是10年最低 有没有可能继续更低啊 我们知道呢 现在的澳元价格和美元呢 已经跌破了0.66了 这个价格基本上来说 那就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 澳元的最低价啊 也就是金融危机当时到过60附近 但是呢 在两三个月之后就快速的回升 现在就是当时60以后的最低价 上个星期有朋友问我 澳元是十年新低 有没有可能更低 我简单的跟他说是 短期内完全有可能 而且有很大可能 什么是短期 就是一到三个月之内 那么长期呢 当然三五年 我觉得澳元肯定会会有回来 但是在近期 澳元目前的不利因素非常多 我再跟大家普及一次 我说了500遍 影响澳元的几个主要因素中 排名前三的是 第一 中国的经济 第二 铁矿石价格 第三 美国的情况 因此 在这三个因素中 中国经济表现 由于第一季度疫情的影响肯定非常不好 铁矿石我就算它是原地不变 第三个因素 美国 目前美国依然是经济非常强劲 因此 中国的经济和美国的表现 目前是一个南辕北辙的情况 也使得澳元呢 一个是往下拉 一个是往上拽 美国是 美元是往上在拽 澳元呢 则被中国经济拖累往下拉 使得澳元和美元的比率 或者说汇率不断的拉倒 但是我要说的一句是公平来说 也正是因为现在澳元是十年的新低 它才从另一方面帮助了澳洲经济 目前暂时还没有出现衰退 要不是澳元这么低 澳洲经济在去年甚至于前年就已经出现衰退了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澳元低 那意味着澳洲出产的铁矿石 卖出去的铁矿石价格会好一些 或者说它卖出去美元返回到澳元的利润会更多 同样 对于海外投资者来旅游也好 来消费也好 来买房也好 澳洲的价格都会更便宜 但是我们要知道 由于中国疫情的影响 第一季度GDP表现会非常不好 因此会影响到二三四季度 换而言之 如果现在的情况 毫无疑问呢 很多的我们说第三产业 它的消费的总量会大幅下降 比如说汽车销量会下降 比如说吃饭 酒店 餐饮娱乐等等销量都会下降 那么这些下降也会导致着对于一些生产资源和生产资料的需求会下降 最终会推导出对于澳洲主要出产的煤炭 铁矿石 铜矿的需求会大幅下降 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 使得大家预期对澳元呢 未来两三个季度表现都不太乐观 那什么时候会好 我个人觉得至少需要中国出台重大特大利好 那么可能在短时间内会帮助澳元的反弹 但是澳元最终要强劲的最终的反弹 还需要看中国经济稳定 甚至于出现L型反弹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知道呢 这个澳元虽然目前是十年最低 但是短期内有可能还会更低 但是澳元的价格下跌 同时也帮助了澳元澳洲资产 它更加有吸引力 原来美元是十块钱 假如十块美元的这个股票 或者说是一百万美元的房子 现在我海外投资者同样以美元来计算 可能现在只要付九十万美元 就可以买到这个同样的房子 或者说我现在只要付九块钱美金 就可以买到同样一股的股票 换而言之 这个价格便宜了接近百分之十 那当然就意味着 这些资产的吸引力就更大 所以澳元的不断下跌 可以帮助澳洲经济 对冲掉很多风险 同时提振房价和提振股价 那么再来说第二个话题 就是有关回到具体的这个行业中 我们知道呢 澳大利亚的零售板块 零售消费板块呢 自从2017年 年中房价下跌开始到现在 三年连续在下滑 很多知名的品牌都出现倒闭的倒闭 关门的关门 但是在这些品牌中有一家 叫做我们是卖家电的 是澳洲的知名的叫做JB Hi-Fi 它的股价呢 却在过去的三年依然是不断上涨 那为什么在零售业中 有的倒闭 有的却能不断上涨 那么其实这个叫JB Hi-Fi的 卖电器的连锁店呢 它在2003年就上市了 当时的上市价呢 大约是1.5澳元 那么上周五的收盘价呢 已经达到了40澳元 加上过去十几年的分红 它累计给投资者的回报 达到了35倍 那么达到这个倍数的股票呢 那只有像Afterpay啊 像A2牛奶啊 或者是像卖房网站 REA这一些强劲的 过去十年澳洲最强劲的板块 但是它是一个零售板块 为什么零售板块 没有遇到过去三年的下滑 反而还能增长呢 这里我就要跟大家说一下 并非是所有的零售板块都不好 比如说在过去几年 我们知道零售板块里面 哪一个分支表现是最好的 那就是药房啊 所有中国的奶粉也好 代购也好 主要购买的渠道 那就是药房 在药房中 其中最好的表现 那就是那个黄色底 红色字的Chemist Warehouse 那么这个药房呢 是中国所有代购的最爱 你不论是抢什么奶粉也好啊 还是抢洗手液啊 还是抢七七八八的什么东西啊 都从它去买 它给人的感觉呢 就是我天天在打折 越越在低价 你随时来呢 随时可以占便宜 其实它的价格有的时候 就算打完折和超市的价格 相差没多少 但由于这个它标识了 建议零售价 比如说是十块 而我现在呢 是卖七块钱 让你感觉到呢 便宜了三百分之三十 这个套路呢 应该说是满满的 这个品牌呢 本身也是犹太人创立的 所以呢 它非常的精明 当然我们这里不去讨论 这个Chemist Warehouse 因为它现在还没有上市 准备在今年年底 或者明年上市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JP Hi-Fi 我想说的是 这个JP Hi-Fi 那就是家电零售行业里面的 药房 特别是Chemist Warehouse 他们有个共性 大家发现没有 都喜欢用黄色的底板 作为自己标记的这个主色 药房黄色的 这个卖家电的JP Hi-Fi 也是黄色的 所以呢 这个黄色做底的 目前在澳大利亚的上市公司里面 只要是黄色做底的都很厉害 比如说银行里面黄色做底的是谁 联邦银行 股价现在是90澳元 所以说呢 看来这个股市里面 只要你以黄色做底 这个价格都会不错 那我自己姓名也是姓黄 所以呢 这个我推荐的股票表现也不错 当然了 这里是开个玩笑 这个跟这个颜色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这只是 还是要相信科学 不能相信这个 言归正传 为什么JP Hi-Fi 能够在过去三年零售业不景气的情况下 依然快速增长 这里我们就要说一下的是 在卖家电的竞争行业里面 其中之前最大的是Havi Norman 之前第二大的呢 在JP Hi-Fi 第三大的呢 是The Good Eyes 中文叫做棒小伙 第四大的呢 是Dick Smith 迪克史密斯 现在老大 这个Havi Norman 目前呢 由于他的成本非常高 店开得很大 人员配得很多 使得他的利润呢 利润率非常低 老三 这个棒小伙集团 已经被JP Hi-Fi收购 老四破产了 所以现在整体上来说 市场上就剩下两家 Havi Norman和JP Hi-Fi 在抢这个家电板块 但是我们只要啊 现在咱们买家电 电视机也好 录像机也好 或者说是手机 你首先想到的 肯定是JP Hi-Fi 而不会是Havi Norman 因为他一直使用的是 天天在打折 越越最低价 这种促销方式 让你感觉到呢 你的他的价格 是行业最低的 即便有一款 他可能不是最低 他你只要给别人 给他看 其他店在卖这个价 他也能当场 做到最低 所以说呢 以商场 以这个卖场来说 他的面积较小 人员配备少 但是销售量 却依然和其他几家 大价一样 因此他的毛利率相当高 更重要的一点是 我觉得在家电领域 他目前是市场占用率最高 而且由于这个家电里面的竞争 对手相对较少 现在总共就剩下两家 就是他和哈维诺曼 毫无疑问的是 他的竞争力非常之强 我们知道澳洲人口 每年都在增加几十万 才几十万人来了 肯定要买洗衣机 冰箱 电视机 手机 电脑 对不对 首先想到从哪买 那就是从哈维诺曼 所以即便是消费板块在下滑 但由于在家电销售中 没有其他家和他竞争 因此他几乎做到了一家独到 所以他不像是服装 有几百上千个品牌 他也不像家具 我不买这个可以买那个 你买电器也好 买家电也好 目前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 这也就是JBHIFI 能够在消费不景气的情况下 依然销售量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 它的销售量的增加 就来自于人口增加的刚性需求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对于JBHIFI的判断 以上这两个话题 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内容 如果您想获得 我们有关JBHIFI的详细财务报告 和未来股价预期 请随时拨打我们电话 03-8658-0602和8658-0603 获取相关资料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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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